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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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神给我们机会 再一次可以一起来读神的话 请我们打开路德记第二章 我们今天要从第四节读到第十节 路德记第二章 我们要从第四节读到第十节 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 对收割的人说 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 他们回答说 愿耶和华赐福于你 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 那是谁家的女子 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 是那摩亚女子 跟随拿阿米 从摩亚地回来的 他说 其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 拾取打捆剩下的脉税 他从早晨直到如今 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 常在这里 波阿斯对路德说 女儿啊 听我说 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脉税 也不要离开这里 要藏于我使你们在一处 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 你就跟着他们去 我已经吩咐仆人 不可欺负你 你若可了 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 仆人打来的水 路德就夫服在地叩拜 对他说 我既是外邦人 怎么蒙你的恩 这样顾虚我呢 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读圣经 谢谢你把圣经留给我们 更谢谢你把圣灵保惠 私也赐给我们 因着圣灵 我们能够进入你的真理 我们把我们这一段 读圣经思想的时间 交在你的手上 我们相信 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更相信 你要对我们的心说话 我们这样子的祷告 是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 阿们 第四节这里说 波阿斯正从 柏利恒来 如果弟兄姊妹还记得 我们上一次读的时候 提到路德 我恰巧到了 波阿斯的那块天 这里就说 波阿斯正从 柏利恒来 很明显的 圣灵透过路德记的作者 是要一再地提醒我们 在我们生命中的 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小站 神都有主权在背后 基督徒的生命中 是没有意外的 基督徒的生命中 每一个意外 都是一个事件 都是神 借着这样的事 要成全 祂的美意 在我们的生命里 我们如果还记得 第二章的第二节那里 路德出去 是要寻求恩惠 他说 我若蒙了恩惠 我如果能够得到恩惠的话 这是他想要的 而第四节呢 很快的我们就看到 神就拣选了一个 带下赐恩惠的器皿 弟兄姐妹 基督徒的生命中 我们都需要恩典 我们都需要恩惠 可是基督徒的生命中 更宝贵的 是我们何等的盼望 有神的旨意 有神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里 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丰富 到一个地步 我们能够成为神所拣选的器皿 把恩典带给别人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波阿斯 他是一个大财主 大财主 这个字的原文 也可以翻译作 是一个大有能力的财主 他的身份 他的地位 是很高的 可是你读这一节圣经 你发现很有意思 当波阿斯 正从伯利恒来 来到他自己的田里 对着收割的人 收割的人是他的仆人 是他请来替他做工的人 他对他们说话 他对他们说什么呢 他说远耶和华与你同在 这是一个很美的一幅图画 因为弟兄姊妹 波阿斯虽然是一个 大有能力的财主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但是他对着 那些为他工作的人 他没有一副高高在上的气焰 他不是像一些有钱人的大老板 或者像一些当官的人 到一些地方去 就是指指点点 教训人 或者是说一些很客气的话 哎呀你们辛苦了 波阿斯 他来到这些人的面前 他口中说的第一句话 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 你知道吗 波阿斯 他深深的了解 每一个人 他生命中最大的需要 就是神 就是神与人同在 如果人一生活在地上 你什么都有 你就是没有神跟你在一起 我告诉你 你好可怜 中国大陆很流行的一句话说 这个人穷的就只剩下钱了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有一些人 他的生命中 他就只有钱 除了钱以外 他什么都没有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人生命中真正的丰富 不是你拥有什么东西 一个人生命中真正的丰富 也不是你懂得多少东西 一个人的生命 真正的丰富 是神可以与你同在 无限大的神 无所不知的神 无所不在的神 无所不能的神 这样的一个神 他跟你在一起 你晓得吗 传统的华人 不管在香港啊 台湾啊 中国大陆啊 在我们的迷信里面啊 我们都喜欢是一个听话的神 一个神啊 我现在需要什么 我给你拜一拜 我给你烧烧香 你就乖乖的替我做好了就行了 你可千万别出太多主意 不是我要听你的 是你要听我的 一个敬拜这样神的人 他是不会希望他所拜的神 真的跟他在一起啊 真的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啊 他是你不要打电话给我 我有需要的是我打电话给你 可是一个人如果认识真神 宇宙中间独一的真神 这个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 永恒无限大的神的时候 这个人 这个人的生命 这个人他知道 他活着不是为了短暂的几十年 他知道他活着 是为了无限大的永恒 如果你活着是为这永恒 你最希望得着的 不是一个人 孤孤孤单单 可怜的 在永恒的黑暗里漂泊 是有这位无限大的神 陪伴你 所以 波阿斯他一见到人 他从心里的深处 祝福别人 愿耶和华 耶和华就是那一位 自己有永远有 无限大 又是永恒的神 与你们同在 他给人的是真的祝福 那再请你注意看 他的仆人们 怎么回答他呢 他们回答说 愿耶和华赐福于你 我们说过 神与人同在 这是每一个人生命中 最宝贵的事 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你的生命中 没有神 你是全世界 最可怜的人 那你怎么知道 一个人的生命中 有没有神的同在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记号 那个记号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 最宗所说出的话 是什么样的话 一个人与神同在 他的口中 会流露出来的 都是祝福的话 一个人的生命 如果没有 耶和华神的同在呢 他的口中 所流露出来的 不是埋怨 就是抱怨 就是批评 就是悔恨 因为他没有神同在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怎么知道 你有神同在 不是身上过电了 不是很热 不是 是看看你嘴里面 出来的话 都是什么样的话 这一段 主人 与仆人的对话 流露出来的 是在基督里 人与人 彼此的尊敬 人与人 彼此的祝福 你在这里看不见 阶级斗争 你在这里看见的 是劳资 如同一家人一样 除非一个社会 尊重耶和华 爱慕 耶和华 与神同在 那个社会 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谐 这是一个何等宝贵 又是何等美丽的图画 我不知道今天在你的教会里面 人跟人在一起 是什么样的一幅图画 我不知道今天在你的家里 家里面的七大姑八大姨 婆婆 媳妇 丈夫 妻子 父母 儿女中间 是什么样的关系 是神与你们同在 是你们彼此祝福呢 还是在那里相咬相争 儿妻我诈呢 到底你生活的社会 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但愿神恩待我们 我们能够有福气 神与我们同在 因着他与我们同在 我们能够流露出一些话语 可以成为很多人的祝福 千万不要忘记啊 路德纪发生是在 世诗的年代 世诗的年代 是一个黑暗的年代 是一个堕落的年代 是一个没有道德的年代 是人人都是任凭几亿 不敬畏神的年代 那个年代充满了暴力 那个年代充满了淫乱 有一次我跟一群年轻人 讲四世纪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年轻人就说 听起来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他说的对 一个不尊重神 不敬畏神的时代 就是这样子 但是在这样子一个黑暗的时代中 你会惊讶地发现 这里有一个人 他和他仆人中间的对话 充分地流露出 耶和华神是他们生活的中心 神的恩典 丰丰满满的 在他们中间 这就是使徒保罗 对着菲利比的弟兄姐妹 所有的盼望 这也是神对着历世历代 属神的儿女 所有的盼望 凡所行的 都不要发怨言 起争论 使你们无可指责 诚实无尾 在这弯曲被拗的时代 做成无瑕疵的儿女 你们显在这世代中 好像明光照耀 弟兄姐妹 当外面的社会越黑暗的时候 其实是基督徒里面的生命 来见证神荣美 最好的时候 因为越黑暗的时代 越能够显出一点点的光 就显出那个光的美丽 但愿我们今天 不要为着我们的社会 为着我们的环境 为着我们的教会 为着我们外面好多的难处 在那里 在那里抱怨 风气不好了 这个那个 不要 我们里面的生命 丰富的时候 我们流露出来 与神同在的荣耀 就能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 你知道第五节 这里好美 这里好美 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人 仆人说 那是谁家的女子 请注意 波阿斯来到这个田里 他没有问 那个女子是谁 他问 那是谁家的女子 这一节的圣经 告诉我们一个 全本圣经中 非常重要的思想 一个人 你是谁 其实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你是谁家里的人 我们每一个人活在地上 我们的价值 严格的讲起来 不是在乎我们的本身 我们的价值 在乎我们是神家里的人 如果我们不是神家里的人 哪怕你是有亿万的财产 哪怕你有最好的学位 哪怕你有天大的本事 我告诉你 你没有价值 因为你进不到永恒 如果你是神家里的人 虽然看起来 你好像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告诉你 因为你是神家里的人 你在永恒中就有价值 因为你是属于主的 在我们教会 有的时候 有些小朋友很调皮 所以我有时候看到 我们的童工也会问 这谁家的小孩 这谁家的小孩 你知道他说那句话 什么意思吗 就这个小孩子的表现 就代表着那一个家人 弟兄姊妹 如果你跟我今天知道 我们是谁家里的人 我们是神家里的人 那不要忘了 我们是神家里的人 我们的表现 就代表着我们家里面的天赋 主耶稣在地上 所以他这样说 他说 人点灯 不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一家人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 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 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 在天上的福 这是马太福音第五章 十五节到十六节的记载 今天我们这些信主的人 我们需要记住 我们是谁家里的人 一个人知道 自己是谁家里的人 这个人就有福气 这个人活在地上 他才不会任意妄为 一个人活在地上 他才知道 他有归属感 他知道他是属于谁的 你跟我 这一生 最幸福的 还不是有健康 有财富 有学问 有好多别的东西 我们最幸福的 是上帝 无限大的上帝 居然收留了我们 做他家里的孩子 你知道 这是多美的事吗 波阿斯 他是一个大财主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当他到了 他的田里面的时候 他立刻注意到 在收割的这一群仆人的后面 有一个 拾取卖穗的众女子中 有一位新朋友 你如果读 第二章 第八节的末了 那你说 不要离开这里 要藏与我 使女们 在一起 那你就很清楚地 告诉我们说 波阿斯不只是 有一点点的仆人 在那里收割 他后面有一群的使女 一群的妇女 是在那里帮忙 收属卖穗的 而在这一群的妇女中 来了一个新人 这很奇妙 弟兄姊妹 波阿斯一到 他就注意到 难怪有一些 解经家会说 肯定是因为路德 长得年轻貌美 财 那个 一看就是正妹 哎呀太漂亮了 所以 这个波阿斯一看 哇这么漂亮的女生 是谁啊 马上吸引了 她的注意力 可是弟兄姊妹 你如果仔细地读路德记 从头到尾读 路德记里面 没有一个地方 描写 形容 路德 长得怎么样 我们读到这里 我们其实需要圣灵 让我们看见 波阿斯不是因为自己的富有 就忽略了 他对主的忠心 你知道真言27章23节 有这样的话 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景况 流心料理你的流去 弟兄姊妹你知道吗 今天很多的时候 我们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人 无论你是牧师 无论你是长老 无论你是在教会里面 做什么带领的人 你能不能够注意到 教会中 每一个羊的光景呢 今天有多少的人 带着痛苦 带着难处 带着需要来到教会 新人介绍的时候 站起来很多人去关心他 可是后来呢 多少人 悠悠愁愁的进教会 也悠悠愁愁的离开 为什么 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爱人的心 我们来到教会里面 我们根本不在乎 今天有没有来一个人 谁来了 谁没有来 他属灵的光景怎么样 他跟主的关系如何 他生活上是不是有什么痛苦 有谁关心呢 有谁会注意呢 波阿斯他会 这实在是我们今天在教会中服事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榜样 波阿斯 他来到他自己的田里 你知道波阿斯有好多好多的田 好多好多的仆人 但是他关心每一个 神摆造他生命中的人 波阿斯 波阿斯问他的仆人 监管收割的仆人 监管收割 是表示 波阿斯在他众仆人中间 他有设立一些领袖 每一个人负责自己的责任 我们今天在教会中 不管你是小组长 不管你是团器的负责 甚至于不管你是一个小小的领袖 你会照顾三个人 两个人 记住 你是监管的人 你是神所兴起来 神可以祝福你 可以使用你的器皿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在主的家里 学会忠心 忠心的去关心 每一个来到教会里的人 每一个来到小组的人 每一个来到团器里的人 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要谢谢你 我们实在是宝贝 在你的家里面 我们能够有供应 我们能够有保护 我们能够有须须多多的恩典 我们实在感谢你 我们不是一个流浪人 我们是有家的 我们不只是在地上 有自己的家 更宝贝的 我们有你是我们的家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这样子的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 阿们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他必将同地道教训我们 我们也要信他人道路 因为是未必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役 彼居 耶稣基督宝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